这上面写的啥呀?包崇广兴 是吧?鞠躬尽节 忠秦义什么呀? 义 这谁的牌啊? 小党 兵部尚书 咱们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字 看不太清楚了 亲赠太赴 兵行两步尚书 这是那个是念兰吗? 兰宫 后边看不清楚了 这个地方是不是没有好好打理啊? 那么好的一个地方 这家伙这人随便进 也没人说门票啥的? 没有 我看还是兵行两步尚书 这叫这罐 罐很大 这算是一个墓地吗? 还是什么呀? 这啊? 后面 是它的灵寝吗? 在这儿? 对对对对 那就是它的墓地了 哇 这好凶位呀 这个武将得有三米多高 起码得三米五 这个高度 我才到它腰这边是吧? 差不多 那三米五 咱们看一下它这个刻的这个细节 啊 这上面这个纹 拿的这个 拿的这是一个边 边 这是一个边 这是后来是被修复过吗? 没修复过 你看这个柳带还有啊 包括这个柳带都有 很漂亮啊 很漂亮啊 很漂亮 这边也是文馆 武馆 也是武馆 这是什么呀? 这是巨泥吗? 小狮子 狮子 石码 看它这个上面这个台阶不知道有什么讲究啊 这个台阶 这是后来放的吗? 对 这个石码也是很讲究很漂亮啊 你看在古代的时候啊 不光是人的这个衣服有这个花样啊 那这上面也能看出来这个 马鞍嘛 对 这个马鞍的这个这个 上面这个配的这个 看下面这个花纹 这是一个龙头 啊 这个是灵芝 是什么?好像是 云呢 是灵芝啊 是吧? 还栩栩如生的 很漂亮 你看 你看包括这个 马鞍子 还有一个灵的 那边是龙 这边是麒麟啊 还没有 这边是个麒麟 漂亮啊 这边是文官了 文官 这边是一个小的排楼啊 差不多 跟刚才那个 差不多小 差不多大小 上面这个小石子 这个咱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啊 啊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 这个上面啊 全都是那个磕磕点点的 然后里边是用泛黄的那种石头 啊 看这个上面一个刻的花纹 非常的漂亮 非常漂亮 这花纹 可见这个当时 这些能工巧匠啊 哎呀 你看 上面你看 上面这个 上面这个花还挺好看 上面 啊 对 你看这个花 红梁上是吧 嗯 很漂亮 这上面这 这儿是什么呀 看不清楚了 这这儿 歪这个头呢 哈哈 也是 看这个从下面走上来 嗯 哎呀 可惜啊 这个既然不保护起来 太可惜了 这这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被倒塌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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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寸物靠近 嗯 这是 这是倒塌了 你看它原先这个底座在这儿了 这 这底座在这儿 在这儿然后这不是倒了吗 嗯 这儿那个石碑是立起来的你知道吧 这不 修 你看这边蛇了吗 看这下班吗 这不蛇了吗 一家 都已经修了 嗯 之前没有 倒了 倒塌了 后面是他的反应 嗯 嗯 下面就是这个 兵部尚树的 啊 兵型两部尚树 这 这个人叫啥这个人名字 肖太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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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是哪个朝代的呀 我一会儿从网上插着去 那边前面有个 这还是一个龟 龟 嗯 你看这儿圆域上面也插着碑在这儿 对 这个没有 那个碑不知道从哪儿去了 我 就从我街市都没有 是吧 对 是应该被人给弄走 我还有这个碑街市都没有了 嗯 这个就是还有三块 啊 这就是 那个陵墓了 对 这不会咱上去吧 是不是这地方不会被人给倒了吧 好多 呵呵 现在反正是看不出啥来 有就算是有道洞也早被舔死了 是吧 有 挖过 这挖过 有也早被舔死了 走啊 你看这儿 是吧 嗯 这儿有个坑 这儿一看就是被倒过的 没有东西 它肯定原先有 它只不过是被弄了之后 它就 哎 可惜啊 刚才我查了一下 这个墓地的主人 啊 这个 他的资料显示啊 这个主人的名字叫 萧太亨 啊 草丝头 啊 这个萧 太太子的太 亨呢 亨通的亨 萧太亨 明朝晚期的一个重臣啊 这个兵制 兵刑两部尚书啊 太子太富 这个 啊 地位啊是非常的高的了 当时啊 这个地方 它应该是有那个石碑有碑纹的 但是现在啊 可能是因为保护不力吧 都已经见不到了啊 见不到了 嗯 可惜啊 咱再看看吧 这个石柱啊 非常漂亮的 其实像 这么珍贵的这个历史文物啊 现在是 越来越少了啊 能保护一个 还是要保护一个的 好了 今天咱们的视频啊 先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